粉丝提问,为什么倒地不加入直接死亡选项呢? 现在被击倒后我们只能慢慢爬,等着队友救或者敌人来补 运气好有除炭器可以自救 那么为什么不在倒地后加入一个选项,可以选择直接淘汰死亡呢? 这样还可以节省玩家的时间,其实原因有三个 一,玩家会误触,其实加这个直接死亡的选项很简单 光子只要加点代码就能实现,但加入后会有一个问题 万一玩家本来不想直接死亡呢,可因为误触等原因不小心点到了 本来不想记的突然就记了,这样玩家的游戏体验就会很不好 所以是为了玩家体验着想 二,直接死亡不现实 如果要考虑现实因素的话,系个直接死亡选项更是不能加 因为哪有受伤倒地后,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能自己突然就挂掉的 这一点都不符合现实好吗? 要不敌人开枪补你,手雷炸你 或者你慢慢流血而亡 否则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挂的 三,给玩家传达一种心神 这样做,其实官方是想让玩家永不放弃 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万一队友过来把敌人都击杀了,然后把你扶起来了呢 所以光子就是想让玩家在倒地后不要放弃 一切就有可能 小伙伴们,你会认为最主要是哪个原因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哦